歡迎回到節目現場 我們來看看有媒體人分析說 321是國民黨目前六都選情 三都勝負未定 兩都是綠的穩贏 一都是藍營領先 藍營領先的是跟黨距離很遠 藍營色彩不重的新北市 那麼綠營穩贏的是台南跟高雄 那我想請問一下中部 東豪你剛剛說你這一路分析下來 然後你講到了鎮藍宮目前的一個狀況 跟台中市的市長選舉 難道會有牽扯嗎 我鎮藍宮是有一句話 如果等到午夜改選的時候 延續彪繼續保住了鎮藍宮 那你要再次被查 又要交給台中市政府 難題變成盧秀燕要面對 你要怎麼樣 我想這個事情不是說 你去講林家龍講廖永來就可以解決的 是現在的大甲鎮 的這些人證明 他他會發現說 鎮藍宮常常無關的 就兩個兩家就把他分掉了 跟大甲鎮藍宮以前的傳統 完全完全不一樣 什麼時候 然後你現在怎麼辦 我講這個只是其中一個例子 我為什麼用這個例子 就是還是回到那時候中二補選的B8站 B8站只告訴你一件事情 盧秀燕他們都告訴你都合法 我也開過會 都合法 然後袁寬人說不是講嗎 藍綠的議員都支持 都支持 那結果是什麼 結果是他連殺戮都丟掉 龍井輸更多 就是當地人就會想 為什麼這個站本來應該是龍井的 跑到那邊去 殺戮你需要那麼多站嗎 殺戮的人就會想說 殺戮已經有這些站了 為什麼要放在兩三千人的地方 要多一個站 你的解釋 解釋完了沒有 那類似的事情 盧秀燕必須不斷的繼續解釋 而且盧秀燕的土地傳奇 一定是連續劇 所以你今天看到 不管是台灣指標幫他做那麼高的民調 或者是其他媒體在做 他也算高 可是你到時候只要看一件事情 過萬年回來以後 後續公布的民調 盧秀燕的信任度 會不會繼續往下走 我現在的判斷是盧秀燕還要往下走 走到什麼時候交叉而已 國民黨立委蔣萬安在臉書貼出圖文 寫上斗大的公都盟立委評鑑 優秀立委 還有洪孟凱 謝伊鳳 楊琼英 也都紛紛在臉書上分享殊容 這日去年10月 長期進行立委問政評鑑的公都盟 公布評鑑結果 國民黨39席僅四席入列 不過28號臨時會最後一天 國民黨團突然開記者會 宣布抵制公都盟 本黨39位立委 不提供任何資料給公都盟 然後受他們指指點點 公都盟是有顏色的 他的眼睛戴得通通是綠色 二十幾位立委排排站 但上回才拿到優秀立委的蔣萬安 洪孟凱卻不見人影 藍營要立委通通不準參與評鑑 優秀立委似乎也只能接受 我們還是做我們應該做的事情 那一切都以黨團監獄為主 國民黨團大動作宣布抵制 公都盟也立刻開記者會回擊 扣帽子或者是隨便貼人家車椅 這是不僅壞 而且是笨的做法 國民黨老是搞不清楚 為什麼他的票少 陳玉珍委員 不要以你個人的這些失誤 然後變小燈手機 最後拖著整個國民黨團 一起來跟你的表現不理想陪葬 直接點名國民黨立委陳玉珍 上回公都盟聽見 優秀立委包含十八位民進黨立委 四位國民黨立委 時代力量和民眾黨各三位 五黨籍一位 國民黨比例偏低 去改正可能比較重要 而不是你去做一些抵制的動作 藍營抵制公民團體 恐怕不僅讓立委表現更受注目 也難免讓黨籍立委陷入兩難 我再講一下台北 國民黨不要迷信 PK台北一定會贏 2014年的台北 你是怎麼輸掉的 而且輸的是創紀錄的 一直到丁守中 丁守中人家是三組 2014年是PK賽 輸到大家下巴都掉下來 眼睛摔在地 所以你要延續環違案講的 不一定三二一 現在沒有絕對的事情 看了那麼久 選舉之後 你還要記住這件事情 沒有什麼事情叫絕對 看誰犯錯多 犯錯越多 你看到問題而不處理 放任他繼續流血 隨著時間的眼鏡 小傷口會變大傷口 大傷口到最後怎麼樣 會要你的病 除非那個 犯錯的時間很近 甚至你有處理 否則一定會出事情 你要先面對自己 你才有辦法說服外面 你如果不面對自己 你不能反攻自行 誠實的面對自己 你是不可能說服 說服中間選民的 選舉 學韓總 沒有中間選民的人一定輸 沒有年輕選民的人一定輸 他沒有那麼大 沒有佛生的道理 就是青年跟中間 只靠基本盤 是沒有用的嘛 所以他說中二補選的 前哨蛋當中 國民黨吞下戰敗苦果的台中市 林靜宜空降擊敗 嚴寬恆是藍營警訓 目前八席立委 六席都是民進黨的 盧秀燕已經沒有 2018的寒流順風了 這是在中部 北部呢 三卡都黃三三拿個七%就好了 台北市就難打了 所以講完準備好 只有變強一圖 變強有用嗎 黃三三到後來 會不會去用喬的 大家來喬出一個 不要變成三卡都 國民黨一直 很多人講說台北市 叫做天龍國 所以國民黨就一直有個誤解 說在台北市一定是 龍子龍孫 才有機會 反而是他們的禁卵 可是事實上是會這樣子嗎 不會 自主性是很高的 台北市第一次台市 有市長直選 直接民選 是高預數 無黨籍 還連選連上 逼得蔣介石把它變成官派 然後後面再過來 台北市的所有市長裡面 我們去看 陳水扁是什麼籍的 柯文哲是什麼籍的 國民黨只有台北市長 在選舉裡面 就只有馬英九和郝龍斌 可是呢 你裡面民進黨真的這麼弱嗎 民進黨在這邊 確實是台北市是非綠大於綠 不代表綠很弱 當時在2002年 馬英九最強的時候 而且馬英九要是幫幫國民黨 是最後的一個希望 要拿回江山的時候 最高的時候 那時候不講說要衝過百萬票嗎 那時候民進黨派了李應援上去 非常勇敢的去挑戰 那民調當時很難看 民調十幾%都是這樣子 可是最後出來的時候 李應援多少票 35.8 對 基本盤 後面是在馬英九 2006年 也許陳水扁已經出了很多事情 最後挑戰交給郝龍斌的時候 國民黨還是很強 馬英九選總統那時候 幾乎會上大家都知道 結果謝堂勤去挑戰之後 也有四成 所以其實在整個台北市 國民黨一直沒搞清楚的是 民進黨的地板 可能是四成左右 所以如果民進黨有這四成左右 但是另外六成 不代表你國民黨 今天李明顯還講說 什麼黃珊珊有7%就很難打 黃珊珊最近有台的民調 TVPS而且有機構效應的民調 從9% 12% 到19% 甚至22% 黃珊珊一路在上揚 所以一路在上揚的時候 國民黨還在幻想說 民眾黨要退 要藍白河 難怪黃珊珊出來講 我跟你講黃珊珊 我其實對他很多事情有意見 那句話我最真的是覺得我這次要給黃珊珊按個讚 沒出席 國民黨沒出席 黃珊珊講的是太對了 黃珊珊會不會參選 一定會參選 他參選為什麼 柯文哲在每個地方民眾黨一定要壯大 每個區裡面都有四億元一兩個 如果沒有母雞死定了 所以黃珊珊一定會下去選 而且黃珊珊現在的整個狀況 已經拉起來了 然後另外一個蔣萬安 蔣萬安你看黃珊珊 我就講實話 黃珊珊只要口條 對台北市的了解 都比你甲萬安強 甲萬安珊背著 蘇珊珊講一句話 就結巴了 那這個五一格結巴以後 你怎麼去選 所以國民黨的天花板 你要看到剛剛講的低手中 連勝文 他們的底天花板是四成 所以現在除非黃珊珊讓你 那黃珊珊根本不可能讓你 你國民黨現在這狀況 而且你要可不可以看那個 TBP的民調裡面 黃珊珊在年輕人 在那個整個的選項 一路往上爬 國民黨一路往下掉 然後你要看到一個 比如說如果真的 你讓年輕人投票的話 黃珊珊是贏甲萬安的 黃珊珊是贏甲萬安的 所以就一路上去 然後真正開打之後 我們已經從這個 剛剛講的選舉的模式 真正開打之後 林靜儀下去的時候 大家覺得他很悲壯 你怎麼知道67天之後 他竟然贏了 所以真正開打下去 好多人跟我說 林靜儀不可能贏 對 那時候 林靜儀剛開始的時候 民調不是也很差嗎 所以你用悲壯 兩個字形容是對的 對 那時候我們都覺得 他很悲壯 他等一下送他 不會三咖都選一選 變黃珊珊當選吧 最後黃珊珊未必會贏 但是民進黨可能有四成左右 不管是陳時中 或是其他的人 但是國民黨在這個情況 如果你蔣萬安 再出來的時候 講話又是那個樣子 或怎麼樣 也許不會贏 但是黃珊珊絕對 可以帶動民進黨 不帶動民眾黨 帶動他的選民 還有另外一個狀況 蔣萬安這時候 再出來扯蔣金國幹什麼 你要跟蔣金國的故事 黃珊珊背後有一個人 可以跟你講說 更多蔣金國的故事 那個人叫宋楚瑜 對不對 所以你其實 蔣萬安到現在為止 至少宋楚瑜是跟著蔣金國的 他連阿公的面都沒見過 蔣萬安現在說要變強 要先問一下 他有人力變強嗎 我們也很多人講說 朱立倫要變強嗎 國民黨不是講嗎 但是請問主持責 你覺得朱立倫有機會 這麼快的時間裡面變強嗎 變強不是嘴巴說就有用的 他只會笑咪咪的說 韓國瑜變強了 我們努力 我先講一下 因為我們在看黃珊珊在今年 一定會不斷的被提起 那因為郝龍斌先提了藍白河的問題 有點要知道說 因為現在外界確實對黃珊珊的參選 有各種不同的說法 最簡單的一個就是說 你不會贏為什麼要選 最簡單的一個是在問 他民調真的是節節攀生 可是你看TBS 他不斷的在往上拉 還有一件事情說 因為這段時間在操作 操作黃珊珊說 你不會贏為什麼要參選的人 事實上是在留 細保的伏筆 然後甚至還有一些 會引導說 黃珊珊是不是敢在談條件 可是以黃珊珊的個性 你如果不斷的放這種話出去的話 反而會激化黃珊珊的決心 他不會讓你在這個地方 說他是等於要交換的人 所以這種跨黨合作的事情 本來就不能敲鑼打鼓 一定要事先雙方都有一定的默契 才有辦法再談下一步 為什麼 因為民眾黨今年有很多市議員要選 他沒有母雞他怎麼選 然後再過來你要知道黃珊珊的個性 其實珊珊的個性不是完全不能談 可是那個起手是錯了以後就很難談 所以 他怎麼樣還是聽柯文哲的吧 未必 未必喔 這太小看黃珊珊了 因為黃珊珊珊 你如果去 你現在還可以在他臉書上看到 1月25號那天的臉書 一個單親媽媽的歲歲念 講了那麼多 他第一句話就是在回 這個國民黨的那個問題 如果自己不努力 只想占別人的便宜 等著坐享其成 才是沒出席的人 在回應郝龍斌 你也在酸這個蔣萬安 不要坐享其成 再過來就是 我把它畫到紅線 我做什麼都順了自己的心 這意思就是告訴你說 我不是別人可以左右我的 它是順自己的意 順自己的心 下面這邊 直接講 今年是第一次 兒子啊 因為他是單親媽媽嘛 在外過年 兒子媽媽很 很執著很頑固 也在追自己的夢 他其實用這句話在表明自己的心情 你如果你沒有看懂這一篇 一味的想要透過外在的形式 就像當年逼連宋和一樣 二零零四年的連宋和有一部分就是用逼的逼出來的 因為當事人都還在 嗯 連先生也在 宋先生也在 當年參與其事的 包括居中的商人也在 連宋和 是算跨黨合作的成功案例喔 嗯 可是連宋和後來也留下了不少後遺症 嗯 我就是用連宋和在講說所謂的 難度很高 人家連宋和也是私底下先運作到一個程度才浮上檯面的 是 所以國民黨在面對黃珊珊的時候 如果你還用這種方式 以為你跟柯文哲搞定了就搞定了 嗯 柯文哲也有他自己的利益 柯文哲是利益談判 可是跟黃珊珊這一塊 你不能全部用這一塊 嗯 好 然後再回過來我們看台北市的本身的局 現在所有民調裡面 有一個最最好玩 國民黨跟民進黨的對照組裡面 都是假設性的 嗯 選舉裡面有一個很有趣的 就民調你在看什麼 當 民進黨的政黨候選人一確定之後 他的民調一定會往上拉 嗯 所以你現在看到的為什麼叫參考 那台北市台北市這塊也是如是看 好 最 但是最重要的是 到底是兩個人還是三個人 三個人 你這樣子對黃珊珊 對國民黨是不對 是不對的 嗯 PK的時候 國民黨一定要回去檢討一件事情 你的二零 二零一四怎麼丟掉的 嗯 二零一四怎麼丟掉的 蔣萬安 講一句比較簡單的話 為什麼以前 以前蔣萬安上電視 現在不上電視 口才不好 不 不是 他被人家被主持人問了一題 習近平的九二共識 一國兩制 他講了 他反對一國兩制 他講了反對一國兩制以後 被蔣萬 被蔣萬軍的人在他臉書上留言修理 我講這件事情就是說 他那件事情以後你沒有看到在上政論 而且他從來不在爭議性話題表態 好 這就產生了一個問題 那選舉一定要被問的 不是選舉 不只是選舉 就是說你作為一個政治人物 當台北市市長 政治人物的魅力來自於哪裡 肩膀 肩膀 有肩膀是其中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那代表叫破例 蔣萬安的優勢是什麼 因為他信蔣 藍軍本來大多多的票就是他的 因為他長得也好看 有顏值 會有婦女票 可是他沒有肩膀 不要把婦女想得那麼無知 生氣 可是我朋友好多是外貿協會的 外貿協會是占點便宜啦 然後回過來 我再補一句黃三三 你要知道黃三三現在的選票基礎 有一些已經不是國民黨 所以當你國民黨把他逼成藍白盒的時候 請問 黃三三在TVS裡面還有二十二趴 那二十二趴的票 全部都會留給國民黨的蔣萬安嗎 十九趴 他有十九到二十二 十九到二十 而且他會看對手 最重要的原因是蔣萬安 那個黃三三如果不選 他的票會留向誰 一定是國民黨嗎 這就是為什麼剛才講二零一四 國民黨如果不能理解二零一四 還是有危險的 政治人物 真的你沒有經過考驗 你很難 你會很難會發現說 朱宇倫怎麼當了一個黨主席這麼弱 他過去你看順風順水啊 要選立委就選立委 選桃園縣長連任 後來還選新北市長 可是一當黨主席不得了 大家也看到完全不行 荒腔走板 所以政治人物啊 你沒有真正的去考驗他的話 他如果都是在順風中中 他不會成長 像這個蔣萬安也是一樣啊 他什麼時候變成要把說 我的名字是蔣經國取的 要拿這個東西來作為一個訴求 表示什麼 可是我覺得他有點沒招的感覺 就是他不曉得大家為什麼要投他 我們為什麼要投蔣萬安 蔣萬安可以代表 可以幫臺北市帶來什麼改革 或什麼變化 他是什麼藍圖 他講不出來 他今天如果去跟黃珊三做辯論 施政辯論 我跟你講那個絕對已經沒辦法 不同等級了 不同檔次了 不同量級了 黃珊三是當過二十一年 臺北市市議員六屆 他對臺北施政的鹹熟程度 隨便問你一個 蔣萬安一個問題 你就答不出來了 蔣萬安這個人就是一個 謹小盛為瞻前顧後 因為他是一個法律人嘛 法律序畢業 就是很重視 你看他那個四個公投 他只在美豬問題上表態 其他都不表態 不沾鍋 我看到他就覺得 就看到一個比較年輕的朱立倫 一樣嘛 看到一個比較年輕的馬英九 長得顏值還蠻高 書眷氣很重 文字彬彬 如此而已嘛 可是感覺起來好像是一個 就是沒有內涵 外表看起來不錯 可是不曉得他到底要把臺北市 帶向哪裡 這是他一個問題的所在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說 只因為顏值高 我覺得臺北市市民也不會這麼盲目 大家看的是 你到底你要把臺北市帶向何方 而且大家搞清楚 臺北市市長 完的下一步是什麼 就是選總統 我們台灣 馬英九當過臺北市長 阿扁當過臺北市長 對不對 後來都選總統 李登輝也當過臺北市長 臺北市長的下一步 就是總統 我請問一下我們臺灣一九四十九年已經有兩個蔣總統 要有第三個蔣總統嗎 大家思考的問題喔 我們是不是還要再喊蔣總統萬歲 再喊一次嗎 我想到我就不寒而栗啊 所以我覺得今天對他要選這個他現在以為我在臺北市我好像有藍大疑慮 可是剛剛講過根據這個美鳥電子報所做的民調最新的民調 臺北市對國民黨的好感度只有二十一點七 對民進黨是百分之四十三 幾乎是一倍 他會不會反而到最後跟黃珊珊拉近以後 他會立刻被棄保 因為大家會覺得你沒希望了 只要拉到一定程度就完了 他現在至少他還有四十幾趴 跟他最新的民調他四十趴嘛 然後黃珊TVBS 黃珊珊十九趴 黃珊再上來二十趴 跟你差距越來越小 只要差到十趴的時候 而且民進黨都還沒提人 對 還沒提名啊 你只要一提下去 你只要差到 你只要拉不到十趴以上 講完危險 信心會崩掉 他的盤會崩掉 你們這樣子瞧不起他 他的這個KINGMAKER 就是呂景儒 嚴呂景儒 已經有獨家戰略了 他說蔣萬安的支持度持續領先 超越國民黨的政黨民調 為了克服政黨體質 北部 北市的黨部主委黃呂景儒 已經如火如荼籌組 青年參政部隊 要推出五十名年輕人參選 里長耕耘地方進攻青年票 他說青年從基層接班 鞏固基本盤 還可以替國民黨開發 不同世代的關注 博文 蔣萬最弱就是青年這一塊 他從上一次的選舉 來看這個輪廓 柯文哲掌握到的是這一塊 這個丁手中掌握到的是這一塊 大概是五十歲以上 才投給這個國民黨 所以他現在已經基層 五十名里長參選 新的戰略有好嗎 我是認為國民黨搶不到 年輕人的票 為什麼這樣講 因為年輕人 參政部隊下去也沒好嗎 沒有用 年輕人最在意的十八歲參政權 國民黨是擺著名的 戰鬥人是反對的 在立法院修憲委員會通過出審 那天他們是缺席的 他們是沒有在現場的 所以國民黨對於年輕選票 他們認為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民進黨的票 所以他們不要 我們過去也有推動過這個 所謂的民主種子 等等民主小草 其實年輕人要去選里長 我覺得都是可以選擇的一個方向 但是假設你今天就是說 我就是主推市長 然後我就跟這個臺北市所有的里長說 我現在要遍地開花 每一里我都要找這個 我們優秀的國民黨的 從政同志下去選 青年人 我們都要去選里長 我跟大家講 你光這個話下去之後 所有的里長開始 對你講話 來就開始反感了 老里長就變得了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里長是既然變學無的 你所有的年輕人 你全都說什麼 我一下子我就至少五十個里長 就要下去跟你們拚 那很多里長是聽到都馬骨悚然 坦白說 那對他們壓力就很大 那你市長是需要這些里長 例如說我剛開始走的時候 例如說這個蔣萬安 他是中山大統的立委 他可能松山幸運他不熟 他可能這個志靈陪頭 需要人家帶 這個時候里長 是很重要的一個所謂的地方窗口 我不覺得他就是所謂的條子 因為他就是一個窗口 就是說你要熟悉這個地方 各黨各派人士都去接觸里長 所以你一開始要選市長的時候 就說我要跟你便利開 我要選里長 你想想看里長的感受怎麼樣 那第二個 所以他這個獨家戰略 其實可能是自爆的戰略 讓地方里長反彈 對 你覺得五十個年輕人去參選 里長這個對年輕人會有什麼多大的吸引力 年輕人本來他想選就可以去選 你跟這個各地的里長為敵 我覺得這個不見得是一個好招 那第一個就是說 這個民眾黨的這個崛起 你要知道民眾黨現在對國民黨來講 是如芒刺在背 為什麼 可能未來可以取代國民黨 因為國民黨看起來好像這個趨勢一直往下走 而且抓不住民意的主流 所以在這個節骨眼 臺北市長這一議民眾黨絕對會請全力下去選 他們的各區只要能提議員的 他們絕對不會鬆手 為什麼 這一議就是要壯大民眾黨真正的基層實力 所以這個時候你必須要有母雞帶小雞 你看我們最近因為疫情的關係 坦白講各黨各派新人都選得很辛苦 除了這個紫澤兄 他是因為有先天的媒體優勢 否則你真的是新人 一般來講大家都不知道要怎麼 你也不能跑通 你也不能夠四處辦活動 那所以在這個節骨眼 他們需要什麼 需要母雞 所以民眾黨在這個節骨眼 他一定會推一個強勢的母雞 那我比較起來就是說 黃珊珊 你不管對他個人的好惡如何 他相較於這個 你跟國民黨的蔣萬安比起來 我覺得蔣萬安就是一個感覺乖乖排 一種蔣金 你看他連名字都說 這個是金國先生幫我取的 台北乖孫那種形象 台北乖孫 可是你看黃珊珊他不是 黃珊珊你看他一路就是 他雖然是女性 可是你看他嚴肅起來就很嚴肅 他這個跟人家這個打起招呼來 就很有這個基層 名帶親切的那一面 所以他是有面容的 那相較於蔣萬安 他 我也不認為蔣萬安有哪裡不好 但是你要我說出他哪裡好 我也覺得我也講不太出來 就是一個這樣的人物 以一個這麼重要的一個 行政首長而言 我總覺得蔣萬安缺少了 他個人的獨特的這個政治性格跟魅力 那我認為這塊未來 我們我想說那個民調是要看趨勢 那黃珊珊目前為止 就如從創下剛剛講 他剛剛舉幾個民調 他從九趴十二趴 一直到現在十九十九趴 是一直往上升 所以我認為黃珊珊是一個 未來恐怕在這個臺北市長選戰裡面 確實是一個頗強的對手 我只補充一下 臺北市有四百五十六個禮 你只搞個五十個 你可不看起來國民黨毫無進取之心 只是在應付你五十個 先不要講得罪了現有的里長 要嘛你就找了四百個嘛 四百五十六個禮是少個五十個 尤其以年輕人才對國民黨的反感度 你真的能夠找到五十個嗎 其實我都覺得能夠找到五十個也是高難度 而且我要插句話 里長可能比議員還難選 臺灣案之前我先回應一下 這真的要修理國民黨罵國民黨不用怕沒有話 黃呂錦茹 黃呂錦茹 你這樣講人家不怕起來 我當然要沾倒話 我是故意 故意要見鋒插陣 黃呂錦茹他當然是好意 他認為國民黨 比如說臺北市或說青年的支持度偏低 所以他找了一些青年參政 這好意 我舉個例子 民進黨在二零一四年曾經推出什麼 叫做民主小草 就是找了五十幾個基層的 年輕人去選里長 那大概也是複製這樣的模式 所以黃呂錦茹是在學民進黨就對了 好的 可以給我們參考 我們就那個嘛 就來做嘛 所以說這個是好事 不用把它當作好像這樣也要選國民黨 我沒有說不好 你自己去評估政治效果 我剛剛有講民主小草 我們過去確實也弄過 那就是說你今天要推一個市長人選 然後你就大規模說 我要跟你拚里長 那你自己要去評估那個政治上的厲害 那市長部分我來補充 我以前擔任過那個外安辦公室主任 他第一次選立委 我陪他一起這個輔選他 那當然這個外安 我要先釐清 剛剛東豪哥特別講說外安為什麼好像 好像這個畏懼上媒體 過去上媒體怎麼被修理 事實上有點這個記憶有點記錯了 為什麼事實上他當時是二零一九年 他曾經在節目上肯定蔡英文的這個四個必須 他元旦講話 然後是因為這個被有一些藍營 知的就是說你怎麼就是批評他 不是因為他支持一國反對一國兩制 反對一國兩制 反對兩制或是我包含國民黨 包含我每天都在談的 他支持四個必須 沒有沒有 包含國民黨的立場 當然反對一國兩制 九二公司是一中各表 不是支持 我是支持蔣萬安 公開勇敢講反對一國兩制 是這個沒有問題的 這講一百次都沒有問題 當然反對 我不是在刪蔣萬安 我知道 我知道這個事實要釐清一下 那再者就是說現在臺北市選情 即便他現在民調高 我也認為會危險 那危險當然有很多原因 不是問的就對了 對啦 不是僵腳連續就選了 這是在位 你只要看中俄補選 怎麼打的 我就說 我常講未來國民黨 包含因為我自己要投入議員選舉 都要有認知 未來我們面對的 可能不是只有一個對手 是一個政黨 甚至是一個國家 在跟你選舉 所以在國民黨 在很多部分有弱勢 包含媒體上也是 包含資源上也是 大家知道 國民黨怎麼沒錢 很散 所以我意思是說 台北市即便是大家認為說藍大於利 可是我也不認為就是說 這一局一定會很好選 主要是選舉結構的問題 他怎麼變強 你也跟過他 他要怎麼變強 他就這樣 就軟趴趴趴的 要怎麼講 我覺得現在去批評他 你有沒有什麼台北市 什麼願景 這有點批評也太早了 第一個他還沒宣布參選 如果他宣布參選了 一定會對於台北市未來的規劃的藍圖 一定有 我坦白講他現在就是要準備這一塊 他一定是要準備好了才宣布參選 不然出來又給你麻 給你修理 一定是這樣子 那不要忘記過去 台北市的市長選舉 好幾次都有三腳肚 那三腳肚的狀況 當然國民黨吃過虧 大家記憶猶新 就是陳水扁那一次 因為三腳肚 所以陳水扁這個上了 可是也有過去包含 大家不要忘記 宋楚瑜也曾經選過台北市長 後來被棄保了 他只拿了 如果沒記錯只拿了五萬多票 包含王建宣也選過 換言之 那現在問題主要關鍵就是說 假設黃三三一定選 我也認為他一定選 主要是他 他不會 他有小肌的問題 就對了 對而且不要忘記民眾黨 現在最大根據地是台北市 你說其他縣市 他或許不用推出來 可以犧牲還是可以交換 可是台北市 我不認為這個 這個柯文哲會放棄這一塊 那那重關鍵就是說 黃三三會不會被棄保 就是說他的支持度 會不會因為到時候選舉 然後這個被被棄掉 我認為從先的民調來看 不容易 真的不容易 第一個黃三三 他有個人的這個資歷 那他個人條件也不錯 那所以說他吃掉 會吃掉一些國民黨的選票 這我認為這是最大的危機 那萬安他也還沒宣佈參選 那為了我認為下一階段 等他宣佈參選以後 他提出來他的市政規劃 願景等等 他準備好了 然後我們來看看民調 那比較準 我提兩個觀點 黃呂錦茹 操盤台北市的選舉幾年了 他是好龍斌時代的民政局長 後來臺北市的大大小小的選舉 都他在操盤 他現在笨到說要提五十個年輕人去選里長 年輕人的票 不是說叫年輕人去選里長 就會有年輕人的票 但是你這個政黨的理念 能不能被年輕人接受 而且現在大部分的里長都是五黨籍的比較多 你現在國民黨忽然間降五十個跑去 這個四季去港大 你就我們四季 國民黨請這種主委來操盤 我們倒的 第二個我們想一個問題 就是說黃珊珊不選 黃珊珊不選有什麼好處 黃珊珊不選對黃珊珊有什麼好處 黃珊珊不選對民眾黨有什麼好處 完全沒好處啊 難道他們的好處就是不可以在民進黨當選 民眾黨為什麼不可以在民進黨當選 他們的腦袋沒這個東西啊 他們是為了二零二次的選舉嘛 所以黃珊珊不選對民眾黨沒有好處 對黃珊珊也沒有好處 那黃珊珊為什麼不選 因為黃... 而且國民黨要選市議員的人 也不希望喬嘛 誰要被喬掉對不對 而且你被喬掉 你去換另外一個地方 問題是這個柯文哲 現在要找國民黨喬 喬說我這一個跟你換那個 請問柯文哲 你需要去找誰喬 你要去找戰鬥欄喬 找趙少康決定 還是韓國瑜決定 還是朱立倫決定 沒人知道 這真狠 柯文哲說來來來喬 問題不知道去哪裡喬門 那個門答案才是對的 所以柯文哲也不會去跟國民黨喬 而且黃珊珊在臉書上也講了 不是找人家喬的 是我要相信我自己的心 我的夢想對不對 其實局長我們還是要跟你請教一下 因為其實中二選區之硬件 我想盧市長應該還蠻緊張的 所以針對很多的討論 差不多第一時間 趕快來進行一些澄清 比如說這次又推了一個謠言 澄清了說 四大謬誤駁斥抹黑 市政府說清創基地根本沒有賣 水南經貿園區規劃創業基地 盧市府賣給建商蓋豪宅這個議題 市政局說事實不容抹黑 完全不是這個狀況 林佳龍執政的時候欠太多錢了 他真的是賣地不得已 是要幫林佳龍還錢的 好 那一百零八年市政府賣了水南 創原段八筆的土地 那賣的是什麼 那個就是清創基地 然後呢 他新聞稿裡面還寫說 什麼沒有賣那麼多 是賣三十八坪 不是賣三十八公頃 不是賣四十公頃 有差很多嗎 就是玩這些文字的遊戲 你說就賣嘛 他說根本沒有賣是平數的差 公頃數的差別而已 第二個他說林佳龍因為負債太多 所以需要賣土地 我們這樣做一個比喻好了 現在家裡欠錢 家裡現在沒有錢了 那爸爸媽媽應該是去跟銀行借錢 還是把家裡的土地房子全部賣掉 大家來租房子 到底是哪一個 現在盧秀營選擇了 就是把主產賣掉 把這個以前留下來的財產賣掉 那林佳龍選擇就是跟銀行借錢 在法律的規範上限之下去借錢 至少主產還在 那臺中的房地產是越來越貴 昨天江啟成 江啟成在那個四個敗將的參會裡頭 他就直接講說 這個房價越來越高啊 年輕人怎麼辦啊 江啟成沒事講這個幹嘛 他就在指盧秀營啊 盧秀營把臺中的房價炒成這樣啊 讓年輕人沒有希望啊 江啟成自己都說 台中的這種房價這麼高了 那盧秀營把臺中的這個地 這三年總共賣了五百一十二億 林佳龍四年賣了七十二億 他賣五百一十二億 沾沾自喜 說我賣比較多 是因為我沒有借錢 廢話嘛 你把你們家祖山賣掉 賣掉就現金嘛 所以這個是一個市長的選擇 一個水南經貿園區 一個智慧城 大家留下要給年輕人創業 要把旁邊的大學一起納進來 中張頭十九所大學年輕人畢業 留在這裡 他不要 他要把這個土地賣掉 然後就對外說 因為我們欠人家錢 所以我們要把我們的主產賣掉 我覺得這也是盧秀燕的選擇 他還沒有違法 他做這事情都是合法的 可是這是最後接下來台中的年輕人 台中的畢業大學生 就會開始檢驗我們的媽媽市長說 這個媽媽市長把我們家的財產土地 一塊一塊賣掉了 我滿驚訝的 你是說他這個執政這些年 他到底賣了多少土地 賣了五百一十二億臺幣 五百一十二億臺幣 然後他還有一個打點就是 至少比你們林家榮賣賣好 我賣得還比較貴 你們林家榮還賣賣 這個土地是這樣 市民會不會有所感受 這位台中市民搖頭 我不是台中市民 我是台中出生 因為我現在是祖北 我直接那麼講 賣土地 賣地 你是用來還債還是做什麼 你有什麼建設 還有水南這塊地 因為那時候胡志祥留下來很大一塊 到底你要做什麼 可是如現在賣完之後 只有一件事情 他就第二個七期 第二個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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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這個七期 這個第二個七期 比七期還好 他是個中央大公園 這裡七期的這個房價 現在地板就是一坪一百萬 這裡頭現在大概有三十個建案在推 都在潛銷的階段 你說水南機場這一塊嗎 對 因為台中人 原七期是有一個歌劇院為中心的一個 七期就是歌劇院加秋紅谷 然後這個水南機場 一個中央公園 七期就是大家可以去 但是你天晚了你就要離開 因為你不住那裡 嗯 然後七期 七期是什麼意思 就是 你到那個地方 你不會有計程車 為什麼 塞車 我講一句笑話 我每次回台中 我不敢到七期跟台中市政府 照不到計程車 嗯 我打 可以call這輛車嘛 人家直接跟你講 這一段時間不去那裡 他瞎就對了 對不對 所以為什麼捷運很重要 嗯 因為那個整個交通打死捷嘛 嗯 到星光三月那邊 那你賣了五百多億 你到底做了什麼事情 很多故事不想那麼早講 我就直接跟你講 中央選區 人家就說你太早講了 結果講到要算了 又講得不算了 不用煩惱這個啦 因為我講的故事 不是什麼新鮮事 是台北的人不知道 嗯 我跟你講 我講的故事不是新鮮事 地方上 這些中小企業 這些社團 地方上的人 大家都有聽過 不過我是覺得蠻可惜說 其實林家榮當市長的時候 他真的蠻有規劃能力的 被換掉了嘛 他是一個蠻有遠見跟四眼的市長 我也不是要幫林家榮 我不是要幫民進黨講話 其實這今年的台中市長選舉很簡單 林家的東西都被推翻掉了 很多被推翻掉了 為什麼要推翻 說清楚 對不對 你只要告訴他說 我推翻掉林家榮的比林家榮更好 對 很簡單嘛 嗯 我要的是更好啊 我不是說一定要林家榮 一定要民進黨 沒有那回事啊 嗯 就如想因為你推翻掉人家 可以 沒有問題 因為市民上 上次選你 嗯 你只要告訴他 告訴台中市民 你不是告訴我 因為我沒有投票權 對 你只要告訴台灣市的人 我推翻林家榮的決定 我把地賣掉 我所有一線 我改路線 這樣子做都比林家榮好就可以了 嗯 廣告之後我們還有更多的討論了 我們來看看韓國已經展開了起手勢了 從韓先生來敲門到現在韓先生的散步 那麼民進黨呢也有所準備了 包括呢 目前首次的外交突破 台美兩國的副元首有了會面 更多討論 馬上回來 司儀唱名到美國副總統賀錦麗 他一邊對台下洪杜拉斯 觀禮民眾揮揮手 更主動走到副總統賴清德 右手邊位置 這舉動促成台美副元首 首度在國際場合同框經典場面 此時賴清德抓緊機會 往前走一步 跟賀錦麗來一個零距離會晤 短短三十秒時間 只見賀錦麗不斷往前 湊近賴清德 不時對談話點了點頭 兩人到底聊了什麼 賴清德笑一笑這麼說 雖然賴清德強調自然互動 不過這場會晤一點都不偶然 賀錦麗一道場 穿過西班牙國王 跟哥斯大利加總統 走到跟賴清德 只差一個位置的右手邊 越走越近 最後直接洪框 直到結束三十秒短暫對話 賀錦麗這才換到 宏都拉斯主辦單位安排的 第一排第一位 等於早對巧遇賴清德 有準備 因為美國的說法 我們這方面是轉述 因為 比起是今天有一些默契 代表台灣感謝 美國對台灣堅持盤子的幫助 歷年來台灣跟美國高層會面最高層級 賀錦麗會後對外媒透露 她主動對賴清德談到 台美雙方在中美洲的共同利益 這段話被解讀為 美國將繼續幫助台灣穩住 中美洲友邦關係 經典會晤畫面 成就台美副元首外交突破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次 算是蠻重大的外交突破 我們的台美兩國的副元首 在這樣的一個場合 是宏都拉斯的總統就職典禮 我們都安排在了第一排 賴錦麗的位置 在賴清德的左側 中間有哥斯大利加總統 以及西班牙國王 進行大概30秒的會談 短暫的交換意見 有人說這是史上的第一次 路透社也針對這個 有一些分析報導說 台美副元首罕見同框互動 勢必會激怒中國 而且恐怕加劇 北京跟華府之間的緊張關係 我們看到賀錦麗 美國的副元首 他有對記者講 講說跟台灣的副元首怎麼談 他說我們的簡短對話 實際上是有關於彼此 在這個地區的共同利益 也就是中南美洲 台灣的利益顯然 也在我們的根本戰略之內 這個副總選 這個美國的副總統 有提到這個台灣的利益 跟美國是一起的 我想請問一下這個 范世平老師 先講這件事情 宏都拉斯 臺美兩國的元首 副元首 利用這樣的一個方式 很自然的見面了 交談了一些時間 有什麼樣的意義 該怎麼解讀 當然我覺得其實 宏都拉斯 這個這次的總統就職典禮 美國其實不一定要派這麼高位階的副總統去 其實派個國務卿就OK了 因為他不是什麼大國家 但是為什麼派這個副總統去 我認為當然跟賴清德見面 這是一個很有象徵意義的 因為我們知道這個 宏都拉斯這個新任總統 他之前在競選的時候 曾經說他當選就要跟中國建交 那美方 據理來講 美方施了很大的力 後來他改變了 所以我覺得這一次賴清德能夠代表 蔡英文去 但是第一個 他的國際上的能見度增加了 而且他這次是經過美國了 而且跟蕭美琴大使一起到了這個洪都拉斯去 所以說我們駐美的大使陪他一起到洪國 這是少見的 那比方說 因為我們知道蕭美琴擔任這個駐美代表 非常的稱職 台北關係有很大的進展 那如果這次包含蕭美琴也見到了這個賀錦麗的話 也是台美關係的一個突破 我相信他們有碰到面 也有寒暄 所以沒有正式的會談 因為我們也不要太過於刺激中國 但是就是一個國際場合上的一個相遇 那就有很大的意義了 而且也互相的交談 那我們知道就是說 其實川普二零一六年上當選之後 他基本上是一直想要跟這個金正恩見面 所以他想要 所以他當時對於這個中國是 一開始是比較離讓的 所以當時我們知道二零一七年那時候 中國挖了我們的邦交國 叫巴拿馬 那巴拿馬很重要 因為他就要巴拿馬運河 而且他就在中南美洲 是美國的後院 二零一八年又挖了多米尼加跟薩瓦多 又是中美洲國家 但是那個時候我剛剛講過 因為川普想要透過北京去拉住金正恩 所以他基本上是態度上 對於我們的邦交國 他比較沒有那麼在意 可是當他跟金正恩見完面之後 他發覺中國已經對他沒有利用價值了 他開始捍衛台灣的邦交國 不含二零一九年 那個時候的索羅門群島 跟吉里巴斯要跟台灣斷交 那時候美國就開始出手了 美國就很緊張一直出手 但是後來還是因為中國的砸太多錢 後來這兩個國家還是跟我們斷交 所以從二零一九年開始 美國開始把台灣的邦交國 視為是他美國的利益 特別是中美洲國家 所以包含那個我們最近跟這個 對我們跟立陶宛設辦事處 以台灣為名 這個背後也是美國在背後支持的 比如說台灣現在的邦交的這個建立 或者外交關係的建立 美國在背後都是辦在一個暗住的角色 所以我覺得從這次看起來 賴清德成功的這個訪問洪篤拉斯 然後我覺得對他在未來來講 他在外交這塊 意思是他比較弱的地方 他在外交國防兩岸 他比較沒有經驗 為什麼 因為他當過 過去是當過台南市長 立法委員台南市長 然後後來當行政院 這個副院長 行政院長 但是他當院長的時間很短 就下來了 那院長主要還是負責國內事務 所以他比較欠缺的就是國際的 還有兩岸跟國防 所以我覺得他這次到受訪 而且我覺得他到美國去 跟很多的國會議員見面 我相信美方也有機會認識賴清德 那我覺得也是蔡英文總統把這個機會 讓賴清德去做一個磨練 我覺得看得出來 其實這個場子 其實蔡英文去 當然他也我相信他也樂意去 但是他把這個場子 給賴清德發揮 我覺得有這個意味在 那甚至最長的天下 有人在講說賴清德 有沒有可能2024年代表民進黨參選總統 甚至還有人講說 可能是跟蕭美琴搭配 這事情我們都在講 那我覺得當然蕭美琴在外交上 是可以彌補賴清德的不足 那我當然還沒有確定 就是有人在做這個揣測 那我認為就是說 小米琴在美國也很忙 對啊 說要選市長 準備搭配副總統 但你可以看到就是說 其實小英總統是給賴清德 很多的磨練機會 不然我們看到像這個 新來臺灣的這個澳洲的駐臺代表 他來臺灣第一個見的是賴清德 後來才見蔡英文 這個沒有總統統一不可能的 然後你看到蔡英文 賴清德最近前一陣子又跟了 美國 日本 印度 還有這些澳洲 紐西蘭的駐臺代表 一起去掉蝦 這個東西 因為也是總統的職權 我相信他也是經過總統的同意 他才可能這樣做 所以外交權是 外交國方是總統的權利 所以我覺得看得出來小英是希望給他多一點 在國際間互動的一個經驗 這個總統很有格局 我覺得蔡總統就是 我覺得就是國民黨跟民黨不太一樣 如果未來給他更多的經驗磨練 讓他能夠在國際媒體 大家關注 我相信賴清德現在能見度 就可能不是只是在臺灣 而是在國際 我覺得其實讓這個賴錦麗 可以直接講到說 我們的簡短對話 有關於彼此在這個地區的共同利益 臺灣的利益顯然在我們的根本戰略之內 是蠻關鍵的 其實基本上這一次我們要看的是什麼 這是一個台美之間非常有默契的 向全世界示範的一個 什麼叫做美國認知的台海現狀 一個中國原則 然後設一個表現方式 而且是把美國的臺灣旅行法 或什麼這種限制 然後台美的交流的一個協定 定了一個規範 首先他跟賀錦麗 因為本來在現在這個階段裡面 尤其習近平在北京冬奧之後 會不會因為烏冬的狀況 趁戲出手 所以這個東西有一個奮計 是拿捏得很準 所以不會有正式會談 事先其實大家都知道 但是見了面之後 你要看到的是白宮出來的 那個賓客名單 賓客的名單裡面 臺灣的副總統威廉萊 臺灣副總統 這是在他們的白宮裡面的文件 在賀錦麗裡面 所以見面寒暄 這是一個事情 那再過來台美的共同力是什麼 你要看到是整個 賴清德在過境洛杉磯的時候 過去的時候 在那種限制之下 僑胞拿著國旗去迎接 是不行的 在大廳裡面 歡迎中華民國 馬克 臺灣副總統賴清德 歷臨加州 歷臨洛杉磯 直接大拉的人列出來 在前面的旗桿 把我們的國旗給列出來 這是美國已經上次講了 就是之後 在臺灣的交往裡面 不會給臺灣穿小鞋 不會給臺灣 就是一個 承認臺灣就是一個 實質的政治實體 跟中華人民共和國 完全互不隸屬 所以美國是在透過這個狀況 給了全世界看 也給全世界看說 臺灣重新回到國際空間 就是這個模式 所以這個東西 當然其實 不只是賴清德個人 對臺灣來講 就是美國 就是透過這個動作 非常精緻的外交 你看這個畫面 我們臺灣在美國這樣看到 是不是很感動 是啊 而且他們也可以拿著國旗 不會像以前一樣 勸你要拿收起來 你看中華民國跟美國的國旗 所以就已經是過去的時候 這個整個現狀裡面 完全突破 就是臺美怎麼在國際上的互動 那如果臺灣已經做出這個示範 美國已經做出示範了 將來如果再出訪 其他的像澳洲 或者有機會 是不是有一個模式 就這樣 那當然另外一個情況就是 賴清德現在 當然我們也都知道 經過這一段之後 往2024更前進了 然後所以其他的人呢 不只是民進黨 那裡的其他人 包含是國民黨 你們還在那邊內鬥 還在那邊韓國瑜 連車尾燈 都看不到賴清德的車尾燈了 這是目前 來看一下 但是我覺得就是說 其實我們體會一下 我們在美國奮鬥的 這個臺灣人的心情 看到副總統在那裡 其實是很感動的 但是我們來看看這位專家 這個淡江大學的榮譽教授 陳一新 1月24號寫一個文章 他說賴清德過境訪美 好像關禁閉 訪紅國恐怕會嚇跑貴賓 為什麼要嚇跑貴賓 說來說去的話 因為賴副總統錯打高端疫苗 讓他錯過跟美國政要 以及副總統賀錦麗 面對面互動的機會 全世界都知道賴清德 只打過三技高端 參加卡司徒就職典禮 可能會讓其他賓客 紛紛走壁 敬而遠之 怎麼會有這種 怎麼會有這種學者呢 他才寫到什麼 與他握手 可能冒著染疫的風險 如果知情的話 可能敬而遠之 成為就職大典的花邊新聞之一 你看馬上 你看這個 E-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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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新聞 你寫賴清德 賀錦麗首度同框 綠營說 打臉清藍名嘴的唱衰醜態 為什麼要這樣子唱衰台灣呢 博文 其實我看到賴清德總統 跟美國副總統賀錦麗 同框的這個畫面 我坦白講 內心是真的蠻激動又感動 我相信這個是歷史上 這外交一個很大的一個突破 那特別是又是參加一個紅獨拉斯 有這個友邦的這個元首的就職典禮 那坦白講 我認為在這個部分 其實國內 就是說國內當然有很多的政治競爭 政黨競爭 因為選舉嘛 民主過程 但是我一直覺得台灣很遺憾 就是說當我們對外的時候 就是會 例如說像陳毅欣陳教授 坦白說他有他的一個專業領域 但是當他的政治 政治意識形態凌駕了他的這個專業之後 他很多的判斷就失準 例如說你怎麼會去 在這個節骨眼說什麼 因為可能打了三技高端 然後說會讓很多貴賓 這個可能就這個忘之卻步等等 或者你乾脆講說 因為搞不好很多政要聽到說 台灣會有政要來 所以其他的這個官 其他國家的這個政要 反而都閃避 我覺得這樣的一個心態 或者如果有這樣方面的 這樣的評論 都會讓台灣台灣覺得說 你到底是站在哪一邊 其實這樣的論調 我坦白講不客氣的講 真的很像國台辦的論調 你不覺得在這個 每次面對這種 國際重要場合的時候 其實總之會出現一些很荒謬 很荒唐的這個言論 聽到說台灣會有政要來 所以其他的這個官 其他國家的這個政要 反而都閃避 我覺得這樣的一個心態 或者如果有這樣方面的 這樣的評論 都會讓台灣台灣覺得說 你到底是站在哪一邊 其實這樣的論調 我坦白講不客氣的講 真的很像國台辦的論調 你不覺得在這個 每次面對這種 國際重要場合的時候 其實總之會出現一些很荒謬 很荒唐的這個言論 其實這次這個賴副總統 他的這個出訪 我真的就覺得就是說 是很大的一個突破 除了他 其實他在這個見這個 宏都拉斯卡斯楚總統之前 他其實跟宏都拉斯的副總統 也單獨都這個參緒 然後之後又單獨跟這個 卡斯楚見面 那當然最重要的重頭戲 還是大家觀察說 美國的副總統跟台灣的這個 副總統賴清德 在公開正式的場合 做這麼一個正式的一個交談 而且那個交談的對話 還不是說 你不能講 我不能講 沒有 美國白宮方面都很大方的講 大概就是談這個 這個中美洲的一些相關的事情 還有這個台美之間的相關的 這個合作等等 以前都假裝不期而遇 以前都不期而遇 而且那個也沒有畫面 對 現在畫面也來了 新聞稿也給你了 會談內容 大家都還要說這個為了尊重對方 什麼保密等等 那現在是就很大方讓你知道 而且這過程中不只這樣 包括這個貝里斯的這個總理 包括這個還跟這個 格斯大里加的總統 這個阿瓦拉多 還有跟西班牙的黃氏 菲利普六四等等 都是很自然的 在這個國際場合上交流互動 這個會讓大家感覺就是說 緊緊張中華民國台灣 真的走出去 中華民國台灣 終於在國際的舞臺上 我們是可以跟其他各國的元首 這樣子一個非常平等的平起平坐 而不再是像過去一個 這個遇到中國的打壓 就像小媳婦一樣 所以我看這一次 你知道這一次 大夫總統他過境這個美西的部分 其實很多的台巧非常熱情 那這是因為這個為了防疫的關係 所以很多台巧其實 還沒有被動員出來 否則的話那個場面會讓大家嚇到 因為很多台巧都說他們想去 可是後來他們說 為了顧慮到防疫的問題 那你看到現場台巧的那種 歡欣鼓舞的那個感覺 我坦白說 那個真的是壓抑多久了 連我看畫面我都覺得很感動 賴清德跟賀吉利見面 這個創下了1979年台北斷交 43年的首例 我們不可能 我們蔡總統到美國去過境 見不到副總統 連國務卿都見不到 所以副總統這個機會 這是難得的機會 對